詹姆斯抢篮板,队友全在篮下看戏 老詹赛场罕见发飙,三次将球砸在地板 这次是真生气了 北京时间3月15日,胡人主场103比114不敌蒙龙队 本场比赛,胡人在线传统异能,手劫崩盘 第一节就被对手拉开20分的分差 而本就郁闷的詹姆斯,在第二节更是罕见发飙 在比赛第二节4分55秒时,蒙龙队不歇投出低脚三分打铁 胡人全队只有詹姆斯一人拼抢篮板 其他篮下的塔克,蒙克和加布里尔则是一旁看戏 反光猛龙其他球员则人人奋勇争抢篮板 最后,裁判吹罚了詹姆斯一个抢篮板球犯规 这球过后,詹姆斯连续三次大力将球砸在地板上 怒施队友刚才不积极抢篮板的行为 看得出来十分的愤怒 不过,如今的胡人队已经烂到即便是詹姆斯如此生气 但是依然不为所动的地步 球员的积极性依然没有被老詹调动起来 最终胡人队是理所当然的输掉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车场比赛过后 胡人本赛季战绩仅为29胜39负 胜率不足43%